弟兄姐妹们平安 什么是更新更美的敬拜呢 就好像在第一节里面就提到说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 和属世界的圣目 这里所说的前约 就是在更美之约之前 从前的约 这从前的约包含了两个 一个是礼拜的条例 也就是敬拜神所需要依循的准则 以及属世界的圣目 也就是包含圣所与至圣所的敬拜中心 而在这一章 从第二节到第七节里面 描述了圣所与至圣所的内容跟功能 但是在第八节到第十节提到说 圣灵用这来指明 头一层帐幕仁存的时候 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 那头一层帐幕 做现今的一个表样 所献的礼物和祭物 就良心说 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这些事 连那些饮食和猪斑 喜酌的规矩 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 直到正心的时候为止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所告诉我们的 就算是在这个头一层的帐幕当中 也不一定能够显明 至圣所里面所表现的 而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在头一层第二层里面 他们所里面 橙色的这些东西 包含有预备的帐幕 圣所登台 桌子橙色柄 在制圣所里面有金香炉 跟包金的约柜 而在约柜当中 我们也看到 有放马那的金罐 和亚伦发雅的帐 还有两块约板 然后在这个约柜的上面 有荣耀的基禄伯的影 照着这个施恩座 那我们看到这些事情 叙述了这些属于 圣所至圣所的事情 这个敬拜的中心 我们再看到 十一节到十五节 这里说 刚刚说的这个 圣所至圣所是过去 这里说的是现在 现在呢 基督已经来到了 所以借着耶稣基督 要成为一个将来 美式的大祭司 这个祭司呢 他不是经过人手所造 在这个更大 更全备的帐幕里面 他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他是在天上的 所以他所献的是 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是用他自己的血 他一次的献上 成为永远的赎罪的事 然后十四节说 洗尽了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侍奉永生神 十五节说 做了新约的宗宝 叫蒙昭的人得着 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这就是这段经文里面 所提到 有关现在的事 基督已经临到 在我们当中 然后后面呢 十六到十八节 再告诉我们说 这个更美之约 所带来赎罪的祭 这样的一个效力 也就是将来 将来要借着这个宗宝 也就是耶稣基督 而我们要效法 耶稣基督的样式 把自己献上 十六节说 凡有遗命的 必须留 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 这个遗命 就像我们所说的遗书一样 在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 这个遗书 还没有产生效力 等到死了 遗书才有他真正的效力 而各样带着血的约 就像是这样的一个凭据 所以二十二节说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那些按着天上的样式 而造的 这些祭物 来献祭 来洁净 可是 那些本来属于天上的 就要用更美的祭物 去洁净 所以根据二十四节的描述 宣告了一件事情 基督并不是 进了人手 所造的圣所 而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显现 在神面前 这里所讲的如今 是具有永恒的价值 不是短暂的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属天的 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属神的属天的都知道 真正的敬拜的地方 是在天堂 在那里有天君 跟我们一起的敬拜 这是地上的敬拜 无法比较的 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 一次的献上 成为永远的活祭 我们就无法实现 回到天上的敬拜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今天所讲的 更新更美的敬拜 从过去的约 到新的 现在的事情 到将来的 借着耶稣基督成为宗宝 都让我们看见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效法神的样式 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使我们的生命 能够活出来 有神的样式 所献给神的敬拜 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 更新更美的敬拜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当你赐下独生 爱着耶稣基督 成为挽回祭的时候 主我们就得了这暑假 使我们得以 在这必死的道路当中 精力跟你一起 同死同活 求主你 更多的与我们同在 赐下你的恩典 成为我们在你面前 心意跟心的力量 也使我们 能够把自己献上 成为活祭 能够使我们的敬拜 在你面前 成为主你所喜悦的 献上我们的感谢 祷告奉靠 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